我是一个教练 严严大神啊 我真的不知道赛前有多少的淘天贤斗 觉得他很厉害啊 奥运会发挥只是因为他状态不好 那这一次速递慢杯 淘天贤斗输给了李子佳 输给了石宇琪 那就是不谈了 真的已经就跟这个统治力 这个什么未来的雨潭接班人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因为他在不断的被人蹂躏啊 被人打败 那这一次决赛当中呢 石宇琪2比1战胜了淘天贤斗的比赛 如果大家没看 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就是第一局呢 这个石宇琪非常凶悍啊 上去就戳杀戳杀 过腰斩过球就打 对吧 很快的赢得了一局 第二局上去 因为淘天贤斗打反还是依旧的很稳定 拉四方球找机会为主 如果连续两局的这种快速的进攻 就对体力的消耗太大了 所以第二局石宇琪就是战略性的放弃 然后第三局继续的在杀杀杀 那这个样的团体比赛 特别是最关键的决赛 其实比的运动员是什么 就是谁的进攻能力更强 陶天贤斗不可否认他的控制力 他的整个能力 他的整个场上的感觉 手感 包括技术 他是很全面的 但是在真的需要团体比赛里面 要上场的这种比赛来说 进攻性的球员 永远比防守控球的球员 要好用的多得多 这一点呢 不光体现在这种团体比赛 还体验在一些关键的大赛的决赛当中 有拥有进攻能力更强的人 他在关键分的处理 就会更有自信 所以各位羽毛的爱好者 这里面有几个东西是可以学的呀 第一个如果你是进攻型的选手 对吧 喜欢是以暴力的打法为主的 那你可以采取持与其决赛的办法 就是打一局放一局再打一局 对吧 那如果你是打防守反击的朋友们 那我跟你们讲 绝对的进攻不一定只有杀球嘛 对吧 杀球重也很好 但是呢 有一种对异域爱好者更重要的技术是什么 就是后场的一致性 你的掉球杀球高球动作很一致 点打得很开 其实这也算是很具有进攻性的一种打法 我希望各位羽毛爱好者在看球的时候 同时呢 也能看到自己身上的问题 我希望大家都能成为像 李宗伟 像石雨琪 或者像林丹 这种有绝对进攻爆发的球员 这样打羽毛球 弄垂死人家的快乐 才比较开心嘛 那这么多年我也更新了很多的教学 像杀球披杀 所有的基本上的教学 我的公众号 阳神大神都会有 好吧 希望大家能够在我的微信公众号 能够学到你想学的技术 然后 中国队未免书碑真的很开心 在我的微信公众号 阳神大神啊 后代恢复 博语无敌 领取5支 我们的旗舰球拍 价值499的锤子99 谢谢大家支持